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最新的iOS 16.2 没有错 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下载咯 这一次 形成了蛮多内容的 像是有一个全新的App叫做无边际 或者现在随显的桌布可以关起来咯 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到就是 苹果现在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内建App 叫做无边际 英文叫做freeform 它其实就是一个白板的功能 只不过是虚拟的 它会叫做无边际 就是因为它这块白板是没有界线的 然后可以无限的延伸 然后它也没有任何创作形式的限制 你想要画画就画画 想要剪贴或写文字都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这款App 非常适合用来做创意发想 或是脑力激荡 像是大家开会的时候 就可以共同编辑 我觉得这款App 也是为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家工作 那如果有这款App的话 大家就可以同时在上面涂涂写写 然后想一些点子这样子 像是多人做报告 开会 或是专案执行都可以使用 那它的形式其实还蛮多种的 除了我刚才讲到的画画或打字之外 它还可以上传档案 加入照片跟影片 然后可以贴并条纸 那它里面影片是可以直接点击播放的 那现在这款App 除了iPhone可以使用之外 iPad跟Mac都是可以用的 只要更新到最新的iOS 那它也可以像背包幕那样子 多装置同时同步 那我自己使用下来 我觉得在iPhone上面 这款App是不太好发挥的 我觉得你荧幕至少要大一点吧 就像iPad或是Mac 你要写字打字都比较方便 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功能 就是随显现在可以关闭桌布 就大家都知道 这次iPhone14 Pro系列主打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随显嘛 而且iPhone跟其他Android手机 随显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通知还有桌布 都可以照样显示 它显示的内容 其实就跟没有关萤幕一样 只是它变暗而已 虽然说这一点是还蛮令人佩服的 不过相对它的耗电也比过去几代 还要更加的严重 但是如果你为了电量而关闭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啦 所以这一次iPhone16.2就开放了这个选项 给大家选择说你要不要关闭桌布 因为关闭桌布的话就可以省电这样 那这个设定要怎么关起来呢 就是我们进到设定之后 点选荧幕显示与亮度 然后再点选永远显示里面 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隐藏桌布跟通知 那我自己隐藏桌布之后 我觉得其实没有差很多 因为毕竟原本桌布就是会变暗嘛 所以就是看大家想不想要把这个功能关起来啰 再来第三个更新的内容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现在Apple Music可以使用卡拉OK的功能啰 那它这个功能的英文名称叫做Sing 就是Apple Music Sing 那前提当然是你要有订阅Apple Music 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啦 那你订阅之后呢 你平常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右边有一个麦克风的符号 你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去调整它主唱的声音大小 然后在画面上面呢 也会有即时的歌词 如果你今天是双人对唱的话呢 它的歌词还会显示在两边 不过目前呢 并不是所有歌曲都有支援这个功能喔 那这个功能呢除了iPhone之外呢 iPad还有最新款Apple TV 4K也可以使用喔 那一起来呢 Apple Music其实都不是大家音乐串流平台的首选喔 因为它的歌曲推荐 还有界面操作都稍嫌逊色一点点 不过既然它有在进步呢 还是给它一个赞啦 那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呢 应该要说新的限制呢 就是AirDrop这个功能 所有人的部分只能使用10分钟 就是大家都知道呢 你点选AirDrop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只开放给联络人使用 或者是所有人都可以传东西给你嘛 那这样子呢 就会造成一个困扰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陌生人 要传东西给你的话 你是可以接收的喔 有一点危险性啦 必须要说 所以现在呢 所有人这个选项就是你打开之后呢 它只会停留10分钟 就会自动关起来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跟联络人以外的人 你要传东西的话 你就是要进到AirDrop里面去把它打开 我觉得这一点是也有一点小小不方便 因为现在的人 其实并不会特地的去新增 你手机里面的联络人 因为都用Line嘛 不过使用上其实是不会差太多啦 然后我自己使用的话呢 我都是不同装置互传 所以这一点倒是还好 OK 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SharePlay呢 现在在Game Center里面 都可以一起玩游戏囉 就是你们今天一边视讯 可以一边玩游戏的意思 就是你今天使用Facetime呢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Game Center 然后跟他们一起玩游戏 然后同时呢 你还可以透过一些小工具 看到你的朋友现在在玩什么这样子 然后再来下一个 我们要讲到备忘录的部分呢 我现在新增了一个东西叫做 参与者游标 就是大家都知道呢 现在备忘录是可以共同编辑的 就是你可以把同一份文件呢 传给好多个人 然后你们一起共同编辑这份文件 那其实之前呢 你就已经可以看到 对方编辑了什么 在什么时间 然后动了什么内容 你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现在呢 更新到26.2 这个参与者游标 你就可以看到对方 现在停留在哪一个地方 可是我自己实测呢 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 就是我不管有没有打开这个选项 我都看不到对方 现在在编辑那边 所以如果你知道 到底是差在哪里的话呢 欢迎在里面去告诉我 那再来下一个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Siri的无声回应功能 就是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个很炯的状况 就是你不小心触发了Siri 结果他用声音回复你 不管今天是在开会啊 或是在外面都非常的丢脸 那现在你就可以进到设定里面的Siri呢 要求他用这个无声回应的方式 就是他会用文字来回复你的要求 就是你在设定的Siri搜寻里面呢 找到Siri回应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偏好无声回应 那你会发现偏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个灰色地带嘛 他下面就有解释说Siri他是不会回应的 除非你今天似乎正在开车 或者是荧幕关闭时使用耳机 所以他还是有例外的哦 然后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他中间的这个自动选项呢 他说Siri会用智慧技术来自动确认核实 应该要讲话 有一点风险的感觉有没有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会使用到Siri这个部分 那再来下一个要讲的呢 就是iOS 16.2新增了一些锁定画面小工具哦 就是包含睡眠还有用药的部分 就是你现在呢 到锁定画面的编辑界面 加入小工具之后 你就会看到睡眠它多出了两款哦 那第一个小工具 你可以看到过去7天你睡眠的时间的那个长条状 不过其实我觉得是帮助不太大啦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睡了多久这样子 那第二款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整个周期 像是你的生存睡眠啦 快速动员期等等 他都会用这个长条状的方式显示在上面 但是也必须要说 他能够显示的资讯也是有限啦 不过这个部分呢 你就是可以直接点进去也是蛮方便的 那至于用药小工具的部分呢 在上面就会提醒你下一次吃药是什么时候 也是蛮贴心的哦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新功能呢 就是iCloud的进阶资料保护功能 要怎么打开这个功能呢 就是首先我们进到设定之后 点选你的Apple ID 接着呢点选iCloud 你就会看到最下面有一个进阶资料保护的功能 把它打开 里面呢他就会说 他会用加密的方式保护你的资料 那他这样子做的目的呢 就是如果今天iCloud云端被骇客入侵呢 他也没有办法解密 因为今天就是只有你自己的装置 能够解密这些资料这样子 所以他下面也说了除了你自己之外呢 苹果他们是没有办法恢复你的资料的哦 不过呢非常可惜的是台湾现在还没有开放这个功能哦 而且想一想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好像今天iCloud已经有一些漏洞了之类的 所以他们才要推出这个功能 有点怕怕的那种感觉 好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到之前我们有提过这个Live Activity 也就是即时动态的功能哦 现在在Apple TV的App上面呢 你可以直接加入这个比赛分数的即时动态了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我目前看到台湾的这个Apple TV App 好像还没有支援这个功能耶 就是它上面连比赛的按键都没有 就是不知道是只有国外有开放还是怎样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其他款App 也有一模一样的功能哦 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左上角 如果你要追市族啊追NBA 然后想要在这个锁定画面 直接看到现在的比数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那款App 然后打开即时动态就可以咯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iOS 16.2的最新功能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功能怎样呢 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非常的有感耶 感觉这些内容都不是平常会用到的感觉 我也可以来好好想想 那个最新的无边际App要如何使用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欢迎留言去告诉我 好了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乐乐的内容 记得帮我按个赞 还有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下一部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